那么讲完了预算表格的设置 我们在其中也加入了一些审核的思想和方法 但在这个地方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预算方案审核的方法与技巧 这个技巧这部分我会举几个案例给大家讲 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 在第二讲当中给大家说到的 预算审核包括了几个内容 关键预算内容需要审核 比如说我的指标是否达标 我的预算范围和要素是否齐全 我的预算逻辑是否完整而且被认可 其实这三项 最简单 我已经通过下属公司承报给我的预算总表 和各明细项目的预算表都能够看得出来 KPI有没有达标最简单 一看和我的预算原则对比就知道 我预算范围和要素是否齐倍 这个是被你所规范的 你把表格已经设置好了 全部都已经囊括进去了 给它 它有没有按照你要求的把数据或者表格返给你 返给你就算是范围和要素齐倍了 预算的逻辑是否完整齐倍认可 很简单 该填的数字你填了没 相应的 我前面给大家讲的哪些地方有异常 应该怎么关注 你关注到了 其实就把这一点做到 你说难不难 光听这个具体的这些描述 你会觉得 不太明白什么回事 但如果我把前面内容一结合 你会觉得 其实也就那样 第二个 预算方案的合理性和例外事项的管理 这六条倒是具有一点难度的 但是这六条我不念了 我在后面的案例讲给大家听 最后一个就是调整内容的意见 如果通过前面的审核 发现有些内容确实是需要调整的 那么怎么调 就可能涉及到方案的调整 或者明星项目的调整 或者预算实现路径的调整 重点我会放在这个部分给大家讲 比如说 收录这部分审核的时候 我可能会关注的是 预算的内容和预计值是否真实 你有没有这个业务 你这个业务真的实现这么多增长吗 预算执行的误差范围的预计 你填报你能增长这么多 到底能不能增长这么多 预算结构是否有实体经营活动的支撑 你想增长这么多 OK 业务有 客户有 但真的能实现吗 这个实现的过程当中 如果有误差 我有什么样替补的或补救的方法 能够保证整个公司的收入的预算 达到增长的目标呢 怎么来做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公司预算的 收入的 基础表格的数据填完 客户的对应业务 就是我们最早讲的 收入的预算的模板那张表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表当中很有意思的几个点 这家公司来自于 假客户 你客户 宾客户 宾客户的收入 在18年 它的增长与是完全不一样的 都是业务商啊 不是整个业务啊 是业务商 业务商整个增长多少呢 整张13.2 但是这里面有增长的比较快的 有增长的比较慢的 我说过这很正常不均衡嘛 也不可能大家齐头并进 那你就要关注一个问题 关注那些偏离平均增长率 较大的项目 我不管是你偏离 我这个平均值较低的 还是较高的 较低的我要关注 较高的我也要关注 你那么高能不能做得成 首先我要比较 这一个项目的符合增长率 前三年的 或者是要近三年的 也就是说 从一五一六一七 这三年 你的符合增长率是多少呢 比如说客户 已 客户已 前三年的符合增长率是 百分之一十二点一 在一八年突然被标高到了 百分之二十二 这是你自己填的数字啊 下属单位填 以前就只有这么平的一个增长 今年突然拉高到这么多 我心里就要疑问了 能实的线吗 还是说你为了凑够这个总的 一十三年二的增长 把这个地方填上了七百九十八万 而导致你呈现出一个 较上年增长的百分之二十二呢 我就要为有一个问号 那我就要问你 你怎么样面对客户 在业务三上面实现七百九十八万的收入 你跟我描述一下 这个时候 预算的说明就起作用了 为什么需要预算有说明 它是对这个表格当中数字 无法反应的内容进行一个补充 如果是超过符合增长率 较多的这些预算的项目 我就要关注它的可行性 能不能实现 你看啊 怎么去抓这些点 第二 对于客户 增长百分之四点九 那我又要关心一个问题了 你整个业务三增长百分之一十三点二 你在这个客户钉上面 能够拉动的收入的增长只有百分之四点九 而你前几年的符合增长率是百分之八点三 掉的这么多 你有没有隐藏收入的这种可能啊 你怕自己的预算过高 把自己的这一个收入往下降 能够完成多 但是你填的少 我就要关注你的真实性 看到怎么审核了吗 同样 我还要关注那些大权重收入项目 什么叫大权重 在整个公司收入当中 有些业务的权重是很高的 占到百分之八十 有些业务的权重相对较低 大权重项目 对一个公司预算的影响是惊天动地的 只要它影响了收入 一系列的利润相关的 效率指标相关的 现金融相关的 统统全部影响 在这个里面的大权重项目是谁啊 就是咱们的兵 这个客户 客户饼 和咱们的客户甲 在今年 他们两个的权重分别达到了27和40 而历史上 他们的收入结构权重 也是31和39 两个人加起来 达到了整个公司的70% 对于这种大权重项目 我关注的点是什么 超过经验值较大的项目预算的可信性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的客户饼 他的整个的权重达到了40% 而他的收入的增长率是18% 相较于我的整个客户 业务三的增长率13.2 要高出很多 那我就要关心一个问题了 他这么大的一个体量 能不能保证持续的增长 虽然他的符合增长率也达到了17.1 那我还是不禁要担心一下 你是怎么实现 继续按照18%的这个速度 往前成长 仍然是这个道理 那么低于经验值较大的项目的预算的 我就要关心他的预算的真实性 比如说 他也是大权重项目 比如说客户价 他也是大权重项目 31% 27% 不管是用历史的 还是用明年预算的都很高 他只有7.9%增长率 那我就要关心一下 是不是有隐藏的一些收入在里面 怎么来分析收入的这些 一个是从增长率直接看 第二个 抓住这些主要矛盾 大权重项目 明白了没 而我的一些特殊事项相关的收入的项目 我也需要进行关注 比如说 我对 业务三当中 的客户 丁 在今年17年的预算启动会的时候 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收入增长级来看待 整个公司就要把客户丁的份额做大 它不可能增长4.9% 公司定的目标 必须增长到8%以上 那这个时候 这个地方就不是你通过你的预测把它填出来的 如果和这个职业有差异 那你就要把这个8%给补上去 补上去不是在数字上修改 你必须要拿出切实可行的预算方案来 我做哪些业务做哪些工作能够达到这个收入的增长点 在说明这个里面要体现出 这就是特殊项目 重点发展的业务 以指定的或者目标的或者硬性的增长要求来做 而对于这些风险高收益低资源消耗大的业务需要进行控制 比如说如果我曾经收入的主要来源客户 他就是属于这种业务呢 那我就控制他 即使你能增长了8% 我也不要 给我控制到10%以下 因为你是高资源消耗的 又不能带来收益的 风险也比较大的 我要你那么多干什么 这就是整个收入预算审核的时候 技术难度的一些内容 那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成本 比如说咱们的成本业务二 我们以它作为一个对象来进行讲解 我们看到了 在这个成本结构当中 我的收入增长21.2 我的业务成本增长了19.2 其中我的人工成本增长了15.2 我的材料成本和经营分用分别增长是多少 导致我的毛利率增长了1.3 而我的业务二 它的收入是5291万 这几个数字看到的时候 你能不能有一个直观的反应 大概你会关注什么内容 如果是我 我会想 业务二 5291万 在整个公司 1.3个亿的盘子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业务内容 而这么重要的业务内容 它的毛利率 还叫上年上升了1.3个百分比 好吗 好 但是我不仅又担心另外一个问题 今年整个公司预算编制出来 毛利率是16.8% 刚好达到了 公司确定的预算原则的这个标准 那我就有点担心了 这么重要的业务 如果它的毛利率不能叫上年上升1.3% 我的整个毛利率水平是完不成的 你想这个关系是不是这样 能想明白吧 那么我就要考虑一个 你的收入增长21 业务成本只增长19.2 这是OK的 但是这个19.2里面各项成本当中的 人工成本只增长了15.2 和你的整个业务当中的这个成本没有同步 要比你的总体的业务成本要低 而人工成本当中有一部分是你的劳务费支出 我也放在人工成本当中 只增长了10.7% 而我知道业务二对劳务费和薪酬这块是比较敏感 它基本上是需要劳动密集性的投入的这么一种 你的收入增长这么多 你的劳务费只增长了10.7 你是控制的好 它是随便填了个数字来保证你的毛利率 我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所以有了这么几个点 你首先要关注毛利率高于上年的那些业务 这个能看得出来吗 前面我们讲成本的预算表格的时候 在最下面的一行就是毛利率的对比 今年完成多少叫上年的变化情况是怎么样 你首先看高于上年 为什么先看高于上年的 一般来讲下属公司编制预算的时候 它的毛利率一般会低于你的这个预算标 都想争取低的预算指标嘛 完成起来容易嘛 结效拿了高嘛 但是如果它出现高于你要考虑个问题 它是不是为了保证总的毛利率达标 没有办法在这个业务上面想了一些招 然后把它给做高的 数据是乱填的或者说人为的改动进去的 大家要关注了 那些总体达标时毛利率遭超上年的业务 什么叫总体达标 我刚好整个公司的业务123加起来达到了16.8 但实际上 实际上 我其中有些业务 毛利率是超过上年的 说白了 这些业务毛利率要是实际上不能超过上年 最后一年经历完了 我总体毛利率的水平是完全要垮下去的 实现不了的 第二个 此类业务的毛利率预期会影响整体盈利水平 这是承接第一点来的 不用解释 我还要关注 增长率低于收入增长率的成本单项的内容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的这个劳务费 和我的收入增长低太多了 而且明显这个业务 劳务费对这个收入的实现 是具有明显的 比较突出的关联关系的 它这个业务是需要人去参与的 那我就想了 之前这个差异怎么形成出来的呢 所以我就要问一个问题 我首先来看 这一个业务成本的权重 它的历史经验值是多少 劳劳务费 它的历史成本结构是33% 这个33%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我的劳务费在整个成本当中占比多少 以前是33% 今年是31% 看起来我的权重下降的并不多 对吧 并不多的原因是什么呢 并不多的原因是因为 我整个业务成本有4205万 我的劳务费是1304万 相对于整个权重来讲 叫材料会用这些比较低 是相对来的 但是我的整个成本的结构是往下走 这有点不太合理 就我对这个业务的了解 它应该是持平或者往上走 那我就要考虑一下了 它是不是故意把这个数字给压下去 同时 我还要考虑 低于收入增长率的项目的 这个成本的预算的真实性 那么低 你能不能实在线 你是按照真实的情况推测出来的 还是说你为了实现这个预算 而人为改动的 既然真实性有问题 那你的可行性我也要怀疑了 你看到吗 我不说你看到这个数字 毛利率提高 我就觉得你OK 没问题过 我还要考虑你能不能实现 同时我还要问你个问题 材料成本增长了23.2% 较我的这个收入是超过了 你是因为你的用量增加 还是价格提高呢 我也要考虑一个问题 你的真实性占了 你管控的可行性占了 最后一点 我还要关注成本项目 调控的那些非经营性的因素 比如说 你的成本激烈的程序是什么 你成本虚高的可能性有没有 以隐藏成本的难度系数 这三句话怎么理解 我给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成本项目调控的 非经营性因素 也就是说 我影响这个成本 叫去年增加还是减少 增长多少 下降多少 在经营因素以外的 调整它的手段有哪些 比如说 成本激烈的程序 如果我是可以通过中间科目去解转成本的 那么我就有了成本调整的空间 工程项目 我放在工程师公里面 不解转到成本当中去 怎么样 我可以把我成本藏起来 放到存货里面去 甚至放到预付账款里面去 第二 成本有没有虚高的可能性 比如说 我预测你这家公司利润完成很有难度 但是你却在预算表格填着的时候 告诉我你的预算是能完成的 你有虚高的可能 我就怀疑了 第三 隐藏成本的难度系数 你的整个公司的会计信息系统是否清晰 你的业务结构是否明确 如果你的信息系统是一团招 而你的业务是比较复杂的 你要骗我 相对来讲会变得容易 我在用这些表格审核你的时候 我的难度就会上升 这就叫做非经营性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当然这个地方讲的有点难了 我把这个思想告诉大家 核心一点 你不要看那个预算指标完成 你就觉得太好太好了 不用审它了 不是这样 要有一种风险意思 下面一个 一般和特殊情况下 完成预算的兜底措施 这是审核的一个重点 还有完成预算的内外部保障措施 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点 什么意思呢 预算这些东西都上来了 能不能玩得成 如果玩不成 我有没有补救的措施 就好像我问你 你考试能考过吗 你说按照我现在复习的情况应该没问题 我说如果要确保呢 你说最好我再去参加一个培训班 这就叫补救措施 还有一些内外部相关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拿这个利息支出的表来看 本金加利息 我们整个公司 长期借款短期借款 比如说利息要支付1400多万 本金有7000多万 那我就要考虑个问题 我有没有这么多钱来支付 第一个 我就会关注这些大额的资金收支项目 我是以利息和本金支付 筹资活动这个现金融为例 我会关注大额资金收支的项目 特别关注那些支付10点不能随意变动 你说应付账款也很大 但应付账款你可以通过商业信用人为的挪动 不像外部的债务融资 到期必须承还 承还不了 那就很麻烦对吧 第二特别关注刚性支付项目的资金保障 什么叫刚性支付项目 不光是债务融资 我一些重要的债件工程项目 到那个时点必须要给钱 有些时候他还不是为了保证我的这个项目的实施 在一些法律法规当中还明确要求了 施工进度到什么程度 你必须资金到位 有些施工项目有这样的法律的规范的时候 就叫刚性的支付项目 不好意思 你的压力很大哦 第三特别关注那些 大额收款项目的回款进度 为什么 因为你整个现金流的预算的那张总表当中 有一个点我给大家提到过 你缺钱不缺钱 什么时点缺钱 关键在于 有些时候一些大额的资金项目 它是一个大笔的一笔 如果没有收回来 基本上整个公司资金会非常的紧张 你说我的那个资金是相对分散的 它同时出现收不回来的可能性比较小 但如果它就是那一笔 比如说一个亿两个亿的大额的收款 收不回来 整个公司如果把风险集中在那 问题就很大 你有没有相信那补救措施啊 那么你就要计划大额支付项目的资金来源 比如说你的经营现金流 有没有增加的举措 我能够多收应收账款 或者说控制应付账款的支付 把这个东西给压住来保障它 你就要进行一个测算了 第二 经营投资现金流出的控制策略 就是我都要讲 如果你这些刚性支付到了那个时点 没有钱 你能不能通过控制其他项目来保证资金 第三个 你还要测试大额资金收支保障的安全性 什么叫安全性 第一个 应收回款的可控程度 你要体现出来 你看到别人的预算表的时候 别人跟你讲了 我一季度收多少 二季度收多少 一二三四月分别收多少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几张表格 你就要来看 可能性大不大 怎么看 根据以前的历史经验数据来判断 以前历史经验数据在一季度 只能收全年总的资金流入了百分之三十 今年给你编了个表格 能收到百分之五十 你就要心里打个问号 万一说不回来 我一季度那么多的本金和利息的支付 有没有资金来保障 第二应付债务延后支付的空间 公司在整个供应链当中 跟供应商的关系 能不能够自由地控制资金的支付 或者说有协商的空间 第三 内部资金调配使用的灵活度 总部没钱 下面公司有钱 能不能调资金 总部有钱 下面公司没钱 总部的钱能不能调比下面的公司 这条路径有没有 也不要说都一个公司随便调 没那么容易 第三 外部融资的时间周期和筹资渠道 如果实在没钱了 能不能够从外面去筹钱 筹钱的途径是什么 资金从筹集到到位 整个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 这是你需要去整体考 各位朋友 我这里是拿资金给大家举了个例子 实际上我在举例的收入成本和资金 是想告诉大家 我们在进行审核的时候 预算内容和预计值的真实性 可实现性 有没有实体经营活动的支撑 怎么去看它 以及我预算执行的误差范围的预计 一般和特殊情况下 预算兜顶的措施 以及内外部保障的举措 怎么样去挖掘这些信息 你在做预算 做审核的时候 怎么去做 这些内容也告诉大家 这些东西我觉得 比一个单纯的预算模板 更有价值 你会知道预算到底怎么去管 怎么去做 OK 那么同时 我们所有这些审核的 从你的角度来看 应该去做的工作 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预算审核 应该收集的 除了前面讲的表格 这是最基础的 预算模板那个边 讲到你所有的东西都要收上了 还有一个 说明要 说明什么 让下属的预算编制的成员单位告诉你 他们预算编制的逻辑是什么 预算执行的差异是什么 这个预算原则执行的差异指的是 我预算编制过程当中和你的预算的标准之间的差异 不是指的我在执行过程当中所发生的 那是预算评价的内容 还有就是重大例外事项 我确实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编 但是我确实也达不到你的预算标准 那我就要告诉你 这个重大差异的原因是什么 这些东西既可以它来写 也可以你来问 但你能不能问得出来 全部是我前面告诉大家的那些 在预算模板设计过程当中应该注意的点 以及在预算审核的时候 也应该如何去挖掘信息 同时还要有一个 他自己审查预算的一个总结也好 说明也好 这些东西在哪用呢 在预算沟通的时候 预算下达钱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有用了 他自己公司的管理层和经营层 对今年预算原则的理解 以及对一些重要事项能否实现的一个工作的安排 当然这个东西你觉得你能收集就要 但是这一点一定会在预算沟通的手提显出来 这一个啊 我建议大家和预算的表格同时收集上来 你可以把它细化一下 你们今年预算编制的时候 是以市场为先导 还是以生产为先导 你只要把你逻辑先说一下 第二 你和我的预算之间的差异 你能不能写个说明 有没有另外事项 背注一下 最后一个就是他的预算制度的执行情况 今年预算工作的布置怎么样啊 编制的流程执行情况怎么样啊 这个工作实际上他不用写 你能感受到 因为你要跟他无数次的交流 在预算编制过程当中 干得好还是不好 自己都能感觉到 这一个的点在于 有些公司预算编制的好 在于他对整个过程的把控都比较好 有些公司从预算编制开始 就一直磕磕盼盼 像这种公司 你反而要关注他的预算表格当中的质量 这个相当于是个辅助的指标 来看我的预算当中的一些数字的质量 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各位 OK 那么这就是预算审核 应该注意的思想 讲完这儿 咱们的全面预算管理方法与技巧的第三个部分 咱们预算的准备工作和编制时操 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重点掌握的啊 是咱们整个预算的那些思想 如何通过表格把它设置出来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 始终相信我告诉大家的那句话 掌握了这些东西 你就是表格 表格就是你 用起来会非常的快速 方便高效 OK 那么这个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者 do